云游四海旅途雪梦佳带你游遍山川湖海 大家好,我是四水年华 这是我新买的中巴车 今天这个视频啊,要把这个太阳能板给装上去 一共是四块啊 这一块的话将近两百瓦 你看,个头啊,跟我差不多高了 这四块装上去,那不得了啊 这路上的电啊,就不用愁了 乍一看,感觉都一样啊 但是实际的话,大家看看 就这个,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一二三 然后再看看这个线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根线 然后这个的话,大家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个感觉就密一点啊 那个虽然说是十二根线 但是它这个间隙啊,比较大 据我自己了解,并不是很专业啊 就这个线是越多越好 你像有些房车厂家 说是十六线,甚至是二十多线啊 现在把这个太阳灯板给撬开啊 看它这个线 本身自带这个线,看接的稳不稳 之前的话 它自带的只接了一半 所以说你装上去之后再拿下来那就麻烦了 开了 开了 可以啊 这断几根模式啊 再模式 可以 这可以 这两个板子是去年那个全顺剩下来的旧的 刚好也能用上 朋友们这个太阳能板固定啊,是个大问题 因为这是买的硬板啊 硬板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的啊 然后去年的话我是通过钻孔的方式 还有打胶的方式啊 今年呢也打算用这种方式 然后这是专门买了个胶 这个胶呢应该是 嗯,比较好的了啊 结构胶 老宋,咱们这个打眼夹胶 这你也比较推荐是吧 夹胶肯定要夹的 嗯,这个胶是跑不掉的 必须要打 必须打 对,并且这个结构胶有好的有坏的 对 这个一定要选择好的 对对对,是的啊 就是光粘的话也不太行 是吧 光粘的话肯定不行啊 光粘的话因为你硬板 硬板呢它下面是有一个不锈钢 对 然后它那个地方都封 嗯,它不像软板一样 软板是整个贴在上面 对 它不都封 但是右板的话它都封 如果要是来一只封的话 有可能就会高上去 其实正常情况下 如果装的话必须要打架子 嗯,你的话不想太麻烦 对 打那个螺丝的话跟胶 也行 但是很严强 这个呢是买的脚码 脚码 厚度呢还是比较厚的 应该能吃得住 一个板子 四个或者六个脚码 这块板子就是新的 这个板子呢也不贵啊 朋友们 呃,用着话还可以啊 发电效率还可以 孩子就不说了啊 出去旅游 我这个太阳能板啊 是必备的 所以说大家仔细看一看 怎么安装的 放在这啊 嗯 中不中 尽量不要放那 不防着 因为在那搭空 防着啊 对 在你搭空的话 然后 那就 那就放在边上吧 两个就中了吧 两个 一边两个 嗯 这边这边还固不固定 那是固定 这不中再来哦 也中 这么凉 这么凉 人家还不能四个多 打磨脚 磨脚 尽量打到这个漏上 因为打完这个漏上之后 然后这个漏上就不充水了 嗯 一下子 我两边流了 对 所以说你要是放在中间的话 如果要 如果要是 提水是吧 有 有充水的可能 中 然后你这个戒头有没有 这些戒主 不用戒头 我俩一戒头 我俩一戒头 不要抬戒头 那麻烦 这些就俩线一戒就行 那俩线一戒 嗯 那 走了 先打交 那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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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用胶水把这个脚码全给盖住 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是漏水了 就不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阳马上下山 这个直接啊 坐在上面 坐 摩尸 然后那边打几个就行了 顶住 来 好好 谢谢了 谢谢大家 现在天已经黑黑的了 看不见了 已经全部固定好了 但是线还没有接 先吃饭吧 明天咱弄 现在是晚上十点 还得上去一趟 上去把那个胶 手给 差点掉下来 把那个胶 手给按一按 大家看到了没 这个胶 现在已经不粘手了 按出来个形状出来 搞定了 下去睡觉了 大家早上好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是个阴天了 这又爬到车顶上了 现在就开始装线 选择的的话是 这两个是串联 这两个是串联 两个独立的 因为我之前那个小车上 就是400瓦 所以说控制器 应该是20安还是30安 忘了 这四块板是带不起来的 所以说又买了控制器 为什么不一次性买个大的呢 大的话太贵了 然后如果说买大的话 我之前那个小的也就浪费了 所以说两个挺好的 这两个是不是 比一个会好一点 两个比一个稍微好一些 到底是并联的好还是串联的好 这个反正说不清楚 是不是老手 有人说并联好 有人说串联好 并联的话 然后要是串成两组 现在咱现在这个是串成两组 相当于两块24伏的了 对 20伏的话 然后24伏送12伏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话 然后它的电流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样是我感觉 我个人感觉是好的 也省点线材 对 但是人家就是说 就是电压高的话 可能是 就早上 就是一早上就可以发电了 对 电压高的话 是对电瓶多多少少有一点坏处 但是这个坏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发电的话 正常是26到27伏之间 所以说完全没问题 咱这个是24伏的没问题 这个黑色的是负极 然后这从家里带过来的线 都是红色的也没办法 然后就做了个标记 这刚好这个天窗 它这个洞 有个洞 从这刚好钻下去 就不用说再钻眼了 挺方便的 真的是计划不如变化 你看刚好这个洞 刚好就钻线多好 现在就开始接电 这个电池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生活是离开店 你像电的话也能做饭 然后数码的相机什么的都可以充 我觉得大家自驾游的话 就没有这么大的车 上面装一块碳油板就行 然后再买个小点的电池 现在这个电池也是形化比较多 我推荐大家买这个铁里电池就行了 磷酸铁里的电池 电池还是比较贵的 你不管是改房车 还是说是改床车 电真的是个大头 这是我的面包车 我这面包车之前装的是软板 但是软板的话 上面都是胶 你再拆的话 并不是很好拆 所以说就不拆了 然后我这面包车里 我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买了一块磷酸铁里的电池 把这电池拆下来就行了 我的车里比较乱 什么都有 收拾一下 这是逆变器 这是电池 这是插板 然后还有五个点烟孔 因为我这线比较多 有点乱啊朋友们 但是我自己是分得清楚的啊 但是现在弄不了了 你看外面 下起雨来了 好好的天 说下雨就下雨 这下是真弄不成了 我这车上东西比较多 都是箱子 那要放在下面 现在下面啊 就是大泥吧 哎 这是着急啊 再是弄不好了 这咋弄 这咋弄 这么大的雨 下面人下成河了 成河了呀 哦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我的面包车里没有鱼丝 应该没有 啥这么大 没法弄啊 这些工具应该都用不上了 盘好收起来 这个是太阳能控制器 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买好的 不能买那个便宜的啊 便宜的几十块 好的话几百上千 孩子就不说了 太阳能转换的最终 好不好啊 全部要看这个东西 刚刚把这两个线给拨出来了 然后这个蓝色交入的是负极 咱们买这个控制器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 MPVT的啊 什么牌子都行 就MPVT一定要认准 然后呢 这后面有很多的接口 咱们不需要认识啊 只需要认识这个就行了 PV 这是太阳能板正极 然后杠就是负极 电池正极 电池负极啊 咱们现在插上去看一看 好 通电了 哎 结束不良 把这线走了一下 顺着这笔 到时候买个线盒吧 然后 就顺着那个下面 一直下去 交到最下面 朋友们 这活也干不成了啊 跟大家聊聊天吧 聊聊这个太阳能板吧 因为关注我的啊 应该都是喜欢自驾的 聊聊这个软板跟硬板 然后聊聊发电的问题啊 你像我的话 是四块太阳能板啊 四块的话差不多八百瓦吧 八百瓦的话一天啊 只要是天气好的话 咱们在青藏高原 应该一天是能发到三到四度之间 很不得了它一天三到四度 为什么选择硬板没有选择软板呢 其实很多人心里啊 就觉得这个硬板啊 包括大家网上查的话 就都说这个软板不是硬板 是软板 说质量不好 发电效率不足啊 这个的话 怎么说呢 就现在啊 2023年5月份的都 应该大厂的话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硬板啊 是因为硬板的话 技术也比较成熟 相对应来说 不管是大厂还是小厂 也就是名牌和杂牌之间 其实差距的话并不是像软板那么大了啊 所以说我选择硬板最主要是经济划算嘛 如果说你是资金够的话 选择软板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软板的话 就是它是粘在上面的啊 你要去的话是不是很好去 去的话下面都是结构胶 还有用刀割怎么样的不是很好去 但是硬板的话就好去了啊 像我这个车是个例外 正常的话车上面有个那种行李架 或者说有两个边 直接固定到边上就行了 我这个是通过打胶加螺丝啊 螺丝漏水的话应该不会啊 因为我去年那个泉水那个车 也是打的螺丝 没有漏水啊 没有漏水挺好的 所以呢不管是硬板还有软板 各有各的好 硬板的话就是太重了 不好固定 软板的话就是轻便 价格呢稍微高一点啊 怎样选择都可以 真的 怎样选择都可以 现在这个铝啊 好像小了一点了 但是这地上下都下不去 全都是泥巴 真的啊 下都下不去 这次800瓦的太阳能板 真的是非常满意啊 那说个实话 比房车的都要高啊 B型房车的话 出厂给你个400瓦 已经很了不起了 C型房车的话 那800啊 也算大的了啊 不算小的 咱们这个空间 毕竟有这么大吗 就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这太阳能板啊 是一块一块的最好 就是100瓦100瓦的最好啊 因为你像停车的时候呢 可能旁边有树有建筑物 你要是200瓦200瓦一块的话 它比较大 但是它要是遮住的话 比如说遮了三分之一 它影响很多的 它可能200瓦 比如说发200瓦吧 它可能就发60瓦了啊 但是100瓦100瓦装 那样是最好的 比如说咱们上面是800瓦 如果说是八块板子的话 那我就算挡了两块 挡了三块 也不影响那么多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这车的上面 转眼在家打交啊 说不露吧 但是心里也不想转啊 所以说只能选择大板的 就是200瓦200瓦那样来 谢谢大家